7月25号至26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成深入所权限 就林业生态脱贫等工作进行调研 他想要 要深入贯车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把林业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紧密结合 与拆围质本体制攻坚行动和农村环境集中整治紧密结合 全面加强生态建设 切实把建设绿水青山的过程变成脱贫致负的过程 坚决在一个战场上同时打赢绿化和脱贫两个攻坚战 市政府秘书长连建华参加调研 辽州森林公园是左权县今年实施的一项林业重点工程 王成实地查看公园建设情况后指出 要通过森林公园建设打造左权森林县城新明片 要通过造林绿化带动群众脱贫致负 实现绿色惠民 绿色复民目标 王成在白后万亩水源涵养林工程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森林浮育提制工程现场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对林业生态建设的认识 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加大造林绿化力度 提升水源涵养效能 切实提高森林增长提示工程水平 筑起生态屏障 改善生态质量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王成在鲜渺葡萄庄园和莲花岩生态庄园实地了解了生态庄园建设经营和带动贫困农民增收情况 他指出 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努力构建以生态庄园经济为主的乡村旅游发展新格局 使生态庄园经济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平台 切实发挥好生态庄园对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 王成还对左权县核桃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认真调研 他在凤凰山国家级核桃示范基地和泽城切勿核桃示范园 希望左权县要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 在基地建设和身家工上下功夫 加快推动核桃产业做强做大 要完善于贫困户的利益连结机制 扩大产业对贫困户的覆盖面 充分发挥核桃产业在贫困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中的重要作用 王成还对筹备好全省林业生态脱贫攻坚现场推进会提出了具体要求